这部分介绍柴油喷射 所有柴油机都是通过进气门吸入空气的 高压喷射系统将燃油喷入气缸 喷入的燃料量随发动机复合的不同改变 以控制发动机的转速 吸入的空气体积不变 在基本的柴油过游系统中 油箱储存柴油 输油泵将柴油从油箱输送到喷油泵 保证喷油泵中充满柴油 油水分离器去掉燃油中大的颗粒和水分 燃油滤清器滤除小的杂质 喷油泵通过高压油管输送很高压力的燃油 各缸喷油器向燃烧室内喷舍燃油 回油管把多余的燃油从高压油泵和喷油器送回油箱 起到了润滑和冷却的作用 它们同时具有排除系统中的空气的作用 调酥器控制发动机的转速 并通过一个控制杆连到油门踏板上 基本系统分为两部分 这是低压部分 低压部分清洁燃油并将其输送到高压部分 或燃油喷射系统 杂质和水分对燃油喷射系统造成伤害 很高光洁度的部件需要很高效率的过滤系统 以保证所有杂质和水分都被去除 高精度抛光的部件是通过两个部件一起碾磨 形成的一对藕件达到的 藕件在碾磨后不可互换 燃油喷射系统的高压部分 必须将燃油提升到足够高的压力来打开喷油器 使其在正确的时间将燃油喷入燃烧时 燃油喷入烧以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